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4年1月9日 星期二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治安情況 據報 話說有一群人近期有新手法在輕鐵賺食 怎樣賺食 據報就是涉及一些傷情證人士在屯門區一帶的輕鐵偷東西 是怎樣偷東西 新手法為何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箱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有機 事不宜遲先提提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韋加邦有名的 這個韋加邦就是在香港犯案的內地賊團 他們有新手法在輕鐵戒袋爬走別人的荷包 警方拘捕了雙情證情侶的 據報涉及屯門區三宗案件 報導的流氓提到 多次在香港犯案的內地賊黨韋加邦 近日再以新手法盜涉 一對持有雙情證來港的雌雄情侶賊 過去約半個月在屯門區針對單獨乘搭輕鐵 或者帶著小孩同行的女士 就戒他們的袋爬走他們的銀包 最少已經三個人受害 損失約7000元 有人更加痛失和家人的寶貴合照 警方採出行動 話說日前1月8日在那兩個人企圖 重施顧忌的時間將他們拘捕 並在女方身上搜出美容剪刀還有刀片 警方提醒市民搭港鐵或其他交通工具的時間 應該要時刻留意及保管自己的財物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據報被捕的兩個人 一個是48歲的內地男子 一個是41歲的內地女子 據報兩人情侶關係都是用雙情證 女客身份來到香港 故意在附近的輕鐵找食 已經多達三個人 至少三個人被人戒開袋 兼搶了錢包 當中一個人犯案的時間 另一個人幫忙看水 說的是相當高手 另邊商原來有賭 即是有明星 話說在香港犯案的內地賊黨 叫做韋家邦 不知道是不是創辦人姓韋的關係 說的是很有規模 很有組織 連近歲猛 各位網友多加多加小心 另外亦說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說香港仔華桂村七十幾歲的老翁 在走廊遭到擦頸 搶走了七百元 不惜送完的 報道幾內問題到 今天一月九日早上十點二十四分 一名女子報警說她七十二歲的父親 在香港仔華桂村華烤樓 遭到一名賊人擦頸搶錢 損失七百元現金 男賊人得手過後逃走 事主御劫過後自行回到家 感到不舒服 女兒代為報警 救護員到場把老翁送院檢查 警員接報到場吉 在大廈裡搜索 不過未有發現賊中 據了解御劫的姓吳老翁 當時外出後歸家 他走到門外走廊期間 突然被一個中年男子從後抱住 並從他的斜背袋當中搶走現金七百元 之後賊人原樓梯逃走 警方正在追偵一名年四十歲的中國籍男子 暫時未有人被捕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挺可怕的 說的是華桂村的公屋裡的走廊 這位七十多歲的老翁當時被人從後抱住 再在斜背袋裡搶走了七百元現金 現在正在捉人 未捉到人 各位網友記得多加小心 那個治安情況認真麻麻 這些偷懾案、搶劫案已經演變去到公屋的走廊導遊 另外亦講講各大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觀塘女子捱貨車撞至吐血昏迷送院搶救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天1月9日下午3時13分 一部中型貨車由觀塘海濱到鑽入進業街期間 一名女徒人由車頭左至右過路 貨車收製不及撞到女士主 她當場吐血昏迷 地上留下一攤血跡還有頸巾 救員港智將她送往廣華醫院搶救 有警員手持女士主的手袋陪同她到醫院 手袋上也佔有血跡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原因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大維街市男子遭到中年女子兜搭按摩 在場今年 警方兜截無果 報導的內文提到 大維即徽街2至8日近大維街市外面 在今天1月9日早上9時52分 姓楊的73歲男子坐在門外附近 突然有一個年約40歲的女子上前向她兜搭 有沒有興趣按摩 楊先生聲稱未有理會 不過就被該名女子緊隨 更加趁機搶走她的今年 女察人得手過後逃走 這位姓楊的老翁沒有受傷 自己報警求助 她稍後上了警車到附近兜截而犯 暫時未有人被捕 現場消息說 姓楊的老翁是一間銷納店的員工 事發的時間 她坐在美田路街市出口旁邊的長凳之上 其間一個女子出現 問她是否對按摩服務有興趣 姓楊的老翁聲稱拒絕了她 但女子繼續跟隨她 最後女子搶走姓楊老翁的金頸鏈 姓楊老翁曾經追截女察人 但被她逃走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周圍都這樣搶東西 不過近期遭到女子兜搭的案件 好像不斷在沙田區發生 最近才抓了人 抓了三個內地男女 結果又是抓不完 人都多到你不知道有多少 各位的老友記留心 街上有些可疑的人走近的時間 自己都要多加提防 另外也說說葛大二 也不知道是否風水輪流轉 據報HK01的報道 內地網友恐怕新開的Costco 會迫爆香港人 開灘風水輪流轉 就說現在都不敢去超市 報道幾內 問到近日有內地人 在社交平台小紅書 就已已預感到 香港人要狂充Costco為題 表示Costco和三母超市 一樣採取會員制 並即將在1月12日開幕 目前已經迎來9萬位 深圳和香港的會員 並接受WeChat Pay HK給錢 意外引起不少兩地網友留言 不少內地人都擔心 繼三母之後 又會有大型超市 因為港人不想而論陷 有不少內地人留言提議 在香港開大型超市 就問為何不在香港開呢 其實香港一樣可以開山母 部分評論也感嘆時代變遷 當時不少內地人來到香港超市 數貨被嫌棄 但由於香港沒有大型超市 加上通關過後不想消費成熱潮 現在竟然是風水輪流轉 內地人擔心香港人又會霸佔多個大型超市 推斷開幕前後 拉行李箱買賽車的港人是會增加的 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曾經的我們拉著行李箱 在香港掃貨還被人嫌棄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又有新的大型超市 在深圳開幕 估計內地人擔心 會不會迫爆香港人 不用擔心 一定會迫爆 你看看三母香港旅行社 搞了多少個團 全部爆發 上去甚麼都搶 又搶雞又搶鮑魚 現在1月12日又有新的 類似大型的倉庫式超市開張 說還不人頭湧湧 絕大部分都是香港人 結果難怪內地網友蓋探 即是風水輪流轉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另外也提及這宗意外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深水埗男子拆單位外的潛建物 意外墮進天井 消防升雲梯解困送軟 報導的內文提到 深水埗鴨寮街28至34號 在今天1月9日中午12點24分 一個年約30多歲的男住客 在三樓單位外自己拆除 潛建物期間懷疑陷腳 跌落一樓對上的天井位置 頭和腰都受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自己拆潛建物結果不小心陷腳 不幸當中的大幸 應該是受輕傷 只是那句 這些都是交給專業人士做比較好的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